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比較關心 就是在我們現代生活中 我們使用很多介面以後 然後這些介面它改變我們的思考 我都比方說大眾傳媒的介面 然後網路平台或者是 甚至是遙控器 就是在這些當代生活的 電子數位介面的使用經驗 它可能會讓我們有一些 改變我們的思考邏輯 或是改變我們的習慣 那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就會有很多有趣的 或是很荒謬的狀態 或是觀察事物的方式 那我自己做作品的時候 或者是我去看作品的時候 我對這個是很感興趣的 再造物語其實是我 2009開始發展的一個系列的作品 那我對於就是 這個生命題在未來的可能性 或是就現在的條件 生命題它有沒有可能變成另外一種形式 這是我一開始做的時候的動機 那我想到的一個形式是一個資料的形式 因為在我作品裡面 其實大量的資料都採集 然後我也覺得我們的 我的生活裡面就是充斥大量的資料量 那在這麼大量的資料量裡面 其實我常常都在做一種歸類 或是我們一直在分類 一直在連結 所以我把再造物語的這些 作品裡面的一些出現了一些水果 然後就是我對於這些很基本的 然後很簡單的一個生命題 從這個這麼基本的一個生命題 一個果實 開始去思考另外一種生命存在的方式 一種資料的形式 然後另外一個細譜 我就想說未來有如果這個東西消失 或是我們在另外一個時空裡面 想要再去找到它的時候 它可能是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那它為什麼是這麼多展開平面 其實也是我覺得 在這個資料形式裡面它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這個資料形式 它不是去記錄了這個生命 而是它去演算它 變成一個非常多樣 然後多貌的一個狀態 甚至是我們不可能 沒辦法去辨識說它唯一的樣貌 這是我在做作品過程裡面的一些想法 謝謝